星陵乐飞扬 欢迎收看星陵乐飞扬 我是达明 我是明 明亚 每次來到節目當中 透過音樂我自己都很開心 然後大家的分享很快樂 把這個好消息真的要傳給大家 尤其我們今天到節目當中來 這三位都是很有才華的音樂人 所以邊聽著好歌呢 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生命見證 年輕的音樂人 讓我們來逐一介紹好不好 好 一起來歡迎Cyndy Cyndy 歡迎您 Cyndy 歡迎您 5號 紅恩 哈囉 好開心喔 我們其實知道5號老師 我要尊誠你這位老師 謝謝 因為其實在這個唱片界 就是國號老師幫很多很多的大牌藝人寫歌 而且是御用的和音老師 一定要找他 對 常常御用 非常不容易 請教一個問題 聽說你跟美國前柯林頓總統 有那麼一點點關係 真的假的 要不要跟大家做個解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在你身上 好國際喔 其實有一年就是 就是這個前柯林頓總統 他就是來台灣 寫一本書然後做演講 那時候外交部就想說要請他 就有一個晚宴這樣子 對 晚宴然後吃個飯這樣 然後因為現場 因為他本身其實是一個沙克斯峰樂手 對 他很喜歡 然後那天就是他們希望藉由爵士樂 然後能夠跟他做一個交流 對 就看看他能不能就在現場 如果也即興來一段最好 對 然後有很感動就是外交部的人員跟我們說 我們是有打聽過的 然後就是大家都說你們不錯 然後那時候我是在一個爵士樂團唱的 所以我想美國柯林頓總統回去之後 他對這件事已經記憶猶神了 我很感動他有過來跟我們每一位樂手握手 說謝謝你們 就是你們就Good Job 對 滿滿感動的 很了不起耶 講到這個外國就想到那個 我們有台灣的這個 艾維爾 艾維爾 之稱的 為什麼講你 因為那天我看你上節目啊 我們的節目 你這個Rock 他是能盡能動耶 真的 是 能抒情然後能搖滾 謝謝 好厲害喔 我今天是走那個Lady路線 今天是走那個Lady路線 真的嗎 所以有點預告等一下的曲風 對 對 OK 我今天來頭都不小 對啊 Cindy 你看 Cindy 你美國華富小姐冠軍耶 對啊 怎麼那麼厲害 華富小姐是 什麼事 是不只選美 她還要有才藝 有才華 對其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第一名 真的是很意外的事情 因為不是我要去選美 是我媽 那應該媽媽來聽 我為了要幫媽媽 演那個HELLO夢 因為她覺得 她明明是一個女兒 但是我從小就是 不穿短褲 不穿裙子 不穿任何優雅的東西 不穿高跟鞋 然後她就覺得說 就是很中性嗎 對 就是很懶 可是妳在比賽的時候 就要穿什麼 就要穿旗袍 還要穿泳裝 但是 會說服我是 我是第一次可以在公開場合 表演自己創作的歌曲 自彈自唱 才會媽媽說服我 就好好好 我去參加 然後媽媽就希望 我可以學會優雅 當Lady的感覺 而且沒想到就是 冠軍 對 好厲害喔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媽媽也好開心 最重要有才華 那剛才說妳就自彈自唱 對不對 那今天是不是要帶來 一首歌曲給我們 是 自己的創作 就是把傷心打碎 一起來欣賞 哇 一起來欣賞 別心 我可以成全 太心 怎麼能妥協 你不懂得 我倔強那一面 你不能拿一百的愛 來交換我的全世界 別有違憑 我忘了一起就不變 而回憶就像紛亂的線 會把我纏繞成一個劍 但不逃出黑暗 浪漸就沒藍天 把傷心打碎 也先流乾眼淚 把記憶收成灰 那哭就被滋味 把傷心打碎 想重新活一回 但何占愛面對 我才不會防備 感情問 玫瑰 不要天天空可以飛 卻躲在原地太浪費 我要的幸福很完美 一定會有人給 把傷心打碎 表現都乾眼淚 把記憶收成灰 那哭就沒滋味 把傷心打碎 想重新活一回 等何占愛面對 我才不會防備 感情問 玫瑰 把傷心打碎 把傷心打碎 讓我想到聖經上的經文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向著標杆 還有就是 就是以國都變成新的 把過去的事情忘掉 對前面是有盼望的 對不對 對 其實這首歌其實是送給我媽 送給媽媽 對 因為媽媽跟我爸爸 十二歲的時候有離婚 然後我覺得很多單親家庭都有一樣的狀況 就是可能媽媽到現在十幾年 還沒有辦法釋懷 然後沒辦法走出來 然後我就是希望可以鼓勵她 把她的情傷放開 好貼心的女兒 真的 一開始就讓我們有這個 感覺到母女之間的情感 很棒 加油 謝謝 第二張專輯就有這種成績 也很不錯耶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這個過去嘛 我們現在要跟你談談過去 為什麼要問一下你們過去如何出道 谷浩老師會很久以前吧 會很久以前 因為谷浩老師已經算是很資深的音樂老師了 對 我全身的那個肌肉的組織也越越資深 真的嗎 越越強壯 大概是我是就是1989 1990那時候 在學校 然後就是去參加歌唱比賽 其實參加只是想要練膽量 那你第一次會不會很緊張啊 有沒有什麼 非常緊張 緊張到什麼情況 其實我上台的時候 我是穿一個就是想要裝褲 因為我唱的是那種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我就穿一個像大衣一樣的那種 然後穿個皮鞋 我怎麼感覺很像那個 那個畫面有點變態 有點老派 沒有沒有 我那個 那種大風 西裝沒有要打開的意思 而且我裡面穿的也是襯衫啊 OK 好 你下面不是穿雨鞋吧 OK 但是的確我上台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腳汗已經多到我沒有辦法走路 你就知道好像 你好像腳泡在水裡 然後走路就會脫一下 會脫一下 緊張成這樣 然後我說不行不行 我就把我把我鞋子襪子都脫了 但我一上去的時候 有一些朋友 就在底下幫我加油 他們以為我故意的 他們就會說 你好酷喔 你好帥喔 你好帥喔 那時候打過我的一下子 殊不知你是緊張到不行 然後腳汗流太多 對 所以觀眾跟評審可能還覺得 哇 特意獨行 特意獨行 然後你的歌聲很棒 所以還 其實不是特意獨行 是特別緊張 那CINDY我想問一下CINDY CINDY你是怎麼樣 情況下要進入演藝圈的 因為 我看我二姑姑表演 二姑姑是吳敬賢小姐 對 吳敬賢喔 我剛剛拍過戲耶 我認識她耶 真的假的 對啊 所以我也是老一輩 對 但是還是很年輕很帥 所以重點是 你因為姑姑的影響 所以 小時候就有這個夢嗎 就是四歲我記得 我看過她表演以後 然後在舞台上看到那燈打下來 然後她穿那個很華麗的衣服 然後全場幫她拍手 然後我自己就跳上去了 她沒有叫我上去 我自己跑上去 因為我想說二姑姑應該沒有差 然後就開始跳舞 然後那時候已經擅長了 我還一個人在上面不肯下來 很享受舞台的感覺 我就非常愛 然後後來就變成 我就跟媽媽說 這就是我要當歌手 我要當表演者 就從四歲到現在 從來沒有改變這個想法 哇 所以妳是屬於主動型的 對 然後是非常堅持 媽媽說我是打不死的帳號 因為媽媽很不支持 那童恩剛好跟她相反 對啊 童恩是無心插流 無心插流 沒有那麼想要進入演藝圈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就是我 我有一個朋友 她一直就是 她也是牧師的小孩 可是她就很想要當藝人 那我們之前我在加拿大讀書 我們都玩在一起這樣子 後來那個暑假 剛好就回來台灣探親 然後她就說 有一天她就說 我得到一個試唱的機會 然後她很高興 那我們也都很為她高興 她就說可是我很緊張 妳可不可以陪我去 陪她去 結果後來那時候 試唱的製作人就說 欸那個女生 那你也來了 是妳姐嗎 妳都來了 妳要不要來 要不要來唱唱 也試一下 唱唱這樣子都是朋友進 欸等一下 那結果後來她 妳錄取了她沒有 是不是 會不會這樣 對朋友也受傷 通常她很像 欸觀眾朋友如果以後要去唱歌 不要隨便找朋友 特別是像童恩這樣那麼會唱歌 或是說妳有雙胞胎的那個姊弟 也不要叫他們代替妳 通常都是後面那個會會 所以妳就這樣進入演藝圈 對 進入又錄了專輯 反而選擇了妳 沒有選擇妳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這樣聽下來就知道 每一個人進入演藝圈的這種 歷程都不同 有的是無心插流的 有的是 就是要努力打拚 節目還很長 可以繼續 等一下還可以繼續行為 還是不要先來聽一首歌去 好啊 是誰要帶來一首歌 誰先唱 童恩 對 童恩你要唱什麼歌 童恩要跨越這一切 對 這首歌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是我的那個第一張專輯裡面的 喔第一張專輯 對跟專輯的同名主打 做自己 做自己 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嗯 對不對 好一起來欣賞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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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中懷你和我 夢不能停一下 只要一下就可以了 偶爾我身頭苦陷 好或壞等明天再想 偶爾我會又跟妳 好或壞等明天再說 我想愛妳我愛她 我只想做自己 只想為了自己不不惜天 就算愛妳妳愛她 也沒妳不如我讓自己解放 會不會走太快 愛中懷你和我 會不會停一下 只要一下就可以了 偶爾我像松了線 好或壞等明天再想 偶爾我會又聽不見 是好是壞等明天再說 不想愛妳我愛她 我只想做自己 只想為了自己不不惜 就算愛妳妳愛她很美麗 不如我讓自己解放 不如我讓自己解放 我想為妳或為她 我只想愛自己 我只想愛自己 自己才真实一些 就没有你 没有他 没有谁 就像我们自己流浪 我会走太快 爱撞坏你以后 明明能听一响 一下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蛮害羞的 就是说他在舞台上的表演 哇发光发亮 然后或是说表演得很大胆或是很热情 你完全看不出来其实他很自卑 很害羞 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先来问问Cindy 我觉得我也要感谢主就现在我有这样的成绩 有走出来然后找到就是怎么样爱自己 但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华人 然后被排挤被霸凌 你是那种小留学生吗 霸凌全家人移民 在德州生长的 你在那边生长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的母语还是中文 所以我英文一直都有腔调 一直到十几岁 真的吗 即使是在那边出生 对然后功课都是最后一名 他们分得出来 所以他们都分得出来 你是不是到地或是是 对然后有点被排挤 眼睛又很小 然后凤眼 然后他们都会说你怎么看不见吧 哎呦他们那时候不懂得欣赏 哎呦他们那时候不懂得欣赏 这很东方 谢谢化妆师 东方美对 然后嘴巴又很大 然后其实也是很黑很瘦小 然后妈妈会帮我剪头发 然后剪那种 就更东方的意思就对了 China doll 可爱可爱可爱 但是他们会觉得很丑 所以他们就一直笑你怪咖 抽小鸭 然后他们就会 知道他们会用吸管 然后就把只咬烂都是口水 然后用吸管吐在你身上 真的假的 所以我都会坐角落 因为我不喜欢每次坐前面都会 很多 对就会被 头一直被打被丢 被丢 所以在小的时候那一段 是有一些自卑 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 对 我会开始写很多诗 我写歌词之间是写诗 然后都是把那些 很黑暗的 了解 心情写出来 后来因为钢琴就开始发现 我刚才听Cindy讲 我就在回忆 我的那个童年 其实我在国中开始 我很少离开我的座位 我不太敢站起来 因为我考的实在太烂了 我不好意思站起来 我都一直坐在那边 就是读书吃饭 除了拿便当 就上厕所 真的 能够不要上就不要上 所以你一到教室就开始坐在那位置上 一直到下课 对 很少离开那个位置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如果我今天能够尽量的 越少 越少离开我的座位 我就蛮乖的 你觉得在那个座位里面 有安全感是不是 之类的 好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比如说有歌唱比赛 那老师就说 你考那么烂 那你去比 原来比赛是因为怎样 考那么烂 你去比 好 我知道了 因为其他同学 他们要好好读书 他们不是浪费时间去 他们要好好读书 唱歌的 你知道就有一些老师 有一些会觉得说 那个是不误正义 其实书的 书读的不好才去唱歌 对 我们来听一首你唱的歌好了 好 把这个情绪稍微抒发一下 对 为什么要选择 刚好这个歌也是唱给我的天父婷 天父婷加的father song father song i have heard so many songs listen to a thousand songs but there is one that sounds above them all the farthest song the farthest love you saw you over me and for eternity it's written on my heart heaven's perfect melody the creator sing for me you are singing over me the father's song the farthest song heaven's perfect mystery the love has sent for me now you're singing over me the father's song the father's song the father's s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用最真誠的態度去面對 對 那完全就不只是表演了 那真的是一個敬拜 真的很快樂 那不一樣 所以三位今天來的我們當然都是音樂人 對音樂一定負上很大的代價 那我們更好奇是你們 到底一開始是怎麼樣走進這個音樂的世界 因為其實以古浩老師來說 因為古浩老師你幫這麼多的這個 大牌的音樂人 線上的這些藝人 合音 寫歌 那可是你剛剛又講你不是科班出身的 不是科班出身的啊 你自己就會寫歌 自己就會合音 其實很感謝主 我大概到高中的時候 我開始想要合音 但那時候其實真的一知半解 是一見到碰到有個製作人叫馬玉芬 小芬姐 因為她有聽到我的音色 那她可能覺得可以試試看來做合音 她就找我來錄一些唱片的東西 但那時候有個大問題 我看不懂譜 完全看不懂譜 所以你完全是憑感覺 憑感覺 憑感覺這樣合的 就是她在唱的時候 我就問小芬姐說 妳是憑音感 她就唱給我聽 我就趕快背 就用背的 OK 背那個音 然後再合進去這樣 對 那個時候在錄音室 錄音真的是 真的是一種惡夢 但是錄完也非常有成就感就是了 那時候在錄音室 我可以為難你一下嗎 就是如果他們唱一段 你現在可以合進來嗎 可以嗎 我試試看 不確定 我這是突然間臨時加的 因為這就是合音老師厲害的地方 你唱一段 詩歌嗎 隨便 不一定詩歌就是你的流行歌曲 唱一段副歌一個旋律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那谷浩老師 優美的和聲 對啊 先讓我熟悉一下那個旋律好了 這不是騙局喔 這現在真的是真的 借我慈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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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生命 榮耀主命 借我慈恩福 救助聽我喬 借我慈恩福 借我慈恩福 是他人的救 是他人的救 借我慈恩福 借我慈恩福 厲害的好不好 這歌詞我不知道你能聽到 我沒聽過這歌的不好意思 完全音感嘛 對 馬上就可以抓住 好棒喔 請問在旁邊這兩位女士 你們都是學過古典音樂人 碰到這種 科班出身的 她不是科班出身 她不是科班出身 覺得我學了二十幾年的音樂 算了 那個是完全 我覺得是不同的體系 我非常非常的羨慕 就是有這個 他們可以這樣 對對對 很正統的被訓練 對 其實我今天最常做的事 就是去偷聽音樂系的表演 去聽他們演奏啊 很羨慕他們這樣 唱聲樂啊 對 都很後悔沒好好學 過我們知道的就是像Cindy 對 因為她等於是從小就是 接觸樂器 對 把自己躲在那個音樂裡面 然後一直都有創作 創作嘛 可是比較有趣的是說 其實 就是這幾年 你回到主的身邊 你的創作有很大的改變 嗯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寫詩 然後音樂上面 我不知道什麼是創作 就亂彈 但是不知道在彈什麼 然後也沒有 不是流行歌曲就對了 可能是莫扎特改編 或什麼貝多芬改編 好厲害 但是不厲害 補點類型的 對補點類型 但是不厲害 然後我創作是開始大學創作 然後大學是第一次進入教會 然後敬拜 然後我每一次來到敬拜的地方 我會覺得我整個身體在發抖 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 就是我很愛唱歌 但是像我現在舞台上唱歌 五萬個人沒關係 我不會緊張 但是我進入我的教會 一百個人而已 小小小小教會 我只要一上台開始敬拜 我就沒有辦法停止我的發抖 是 就很激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每一次 對 所以我對敬拜 敬拜一直有一種 就我覺得音樂就是用來服侍神的 就是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開始學吉他也是因為敬拜 所以我學的和弦全部都是敬拜歌 所以我才會開始寫流行音樂 以前我是完全不會 對 然後就是古典跟敬拜混在一起 我跟妳 像妳這樣寫出來的流行音樂 更有生命力 是 更有那個power 因為是真實的 好 那我們在這個階段請 Cindy來為大家帶來一首歌曲 要唱的是 Stacey or Rico 的 Strong Enough 一首英文的敬拜歌 OK 為什麼要選擇這首歌曲 然後 因為我高中就是因為還是很 有時候很自卑 然後很憂鬱 然後那時候有認識兩個很好的朋友 其實是唯一的朋友 唯一跟我做朋友的男生 唯一唯二的 唯一唯二的 對 他們現在在淡水 然後爸爸是牧師 李戴豪牧師的女兒 是 對 所以他們就一直很愛我 包容我 然後因為他們我認識上帝 然後他們就介紹這首歌給我聽 OK 然後我覺得那首歌在講的就是 主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 是後盾 是後盾 盾牌 後盾 對 他最堅強 He's strong enough Always strong enough 當你自己很脆弱 是 因為其實最大的敵人是你自己 沒錯 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 對 但是主最愛你 OK 他可以幫助你度過所有的困難 所以這是我非常很愛的一首歌 對 我們軟弱 我們脆弱 沒關係 除光牆 對 除給我們靠 一起來欣賞最後的歌曲 Strong enough 似乎 謝謝 謝謝 Muver I had fought so hard and thought that all my battles had been won Only to find the war has just begun Is he not strong enough? Is he not you're enough To break me, hold me up, and start again? Is he not brave enough To take one chance on me? Please can I have a chance to start again? Will my weakness for an hour make me suffer for a lifetime? Is there any way to be made whole again? If I'm new, renewed, and find forgiveness Find the strength I've never had Will my scars forever ruin all God's plans? Is he not strong enough? Is he not pure enough? To break me, pull me up, and start again? Is he not brave enough? Is he not brave enough? To take one chance on me? We're gonna have a chance to start again He took my life into his hands And turned it all around In my most desperate circumstances There I'm finally found That's a reality To break me, pull me up, and start again If you're not brave enough Today's love relat име at the grace ofilt Is he not the strength, is he not the strength I have one chance to start again Oh Oh Ma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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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再度回到心靈樂肥蘭 今天節目當中三位的年輕的音樂人 他們透過今天的節目告訴我們 其實他們在整個音樂過程當中 努力付上代價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真的 也不是說 好像我們看到這麼光鮮的 也有一些 不如意 或者是 經過那個努力的過程當中 學習到看到自己的一些問題 然後自己有些地方被醫治 被改變 那個Cindy要不要來聊聊 就是說 你在那個過程當中 進入這個演藝界 歌唱界 您付上什麼樣的代價 因為是從四歲的夢想 就覺得表演是我最愛的 最愛 然後因為媽媽一直不支持 全家其實都不支持 然後都覺得很看不起 覺得你長這個樣子 你才這樣子 你覺得你真的可以嗎 因為他們覺得百萬個人都想當明星 想當歌手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想要想 想讓你做音樂家 媽媽就是非常覺得說要穩定的工作 不要 比較實際 對 她覺得演藝圈比較亂 所以媽媽原來希望你做 當然像鋼琴老師 對 音樂家 對 要不然就是像律師 對 至少 她覺得那才是正當職業對不對 對 然後 可以補口的 對 然後其實我上大學之前 我就已經有先回台灣去打聽 到底現在唱片狀況怎麼樣 然後其實那時候 其實有一些唱片公司對我興趣 但是媽媽全部拒絕 她說不可能 我不會讓我女兒簽約簽七年不念大學 我就跟媽媽有一個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妥協說 好 那媽媽我答應妳說 練完大學 妳就要讓我追求我自己的夢想 所以妳跟媽媽有一個約定 對 有一個約定 我們還有簽約 然後還有簽約 簽約 因為我會怕媽媽會 就是說話不說話 是 對 就是 就一定要喔 媽媽 妳不要忘記妳的承諾這樣子 所以我才會在大學時候 自己去偷偷學唱歌 因為媽媽不讓我嘛 所以我自己去賺錢 然後自己去找老師 然後 還有拜師這樣子 對 然後會自己去參加一些才藝比賽 去訓練自己台風 對 真的有準備耶 然後舞蹈社去訓練跳舞 很努力的藝人 對 就我那時候有在網路上查過說 怎麼當藝人 怎麼當一個歌手 怎麼唱歌 好妙喔 就是YouTube上會有一些教學錄影帶 我會用這種 妳就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準備好 就是要進入藝人 對 做到然後 最不花錢的方式去訓練自己 因為畢竟學生沒有什麼錢 然後又不想要媽媽生氣 就是一直偷偷的這樣子 那童根呢 童根要不要聊妳 我剛剛聽 你跟她是一個很大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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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她是自然派 極章的兩點 你完全沒有像她這樣十年功就對了 我剛剛聽Sindy講說 她媽媽就是 她很想出手 可是她媽媽決定說 你要訂完大學才可以 然後怎麼樣 我媽也有講過這種話 但是我完全就 妳完全 完全就 我覺得我就是要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 我就進了這一行 OK 對 然後那 其實我在 決定做這件事之前 因為我剛剛說我學了大提琴 然後後來受了嚴重的傷 OK 那個手肘 就不能再拉 然後我經過一個很長的低潮 因為我知道音樂 從小都在我生命裡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 那我今天不能再拉琴了 那我還可以做什麼 是 然後因為我又沒有想到說唱歌啊 什麼 當時還沒有想到 都沒有想到 然後也不覺得對唱歌有什麼興趣 然後是後來有一次 我大概十八歲 那時候在教會 然後剛好教會請了一個 喬派伯牧師 他是專門做醫治禱告的牧師 然後我就上去 然後我就請牧師幫我禱告 然後他就按著我的手 然後他就幫我禱告 禱告 在當時我就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相信我的手可能已經好了 他的肌肉啊什麼 他都長好了 可是我心裡一直有一個傷痕 一個傷痕 我就覺得好像我 反正我再拉 我就一手一樣又會在痛 然後我一樣又會在失敗 或什麼的 然後藉由那個禱告 我才覺得說 欸我跟我 心裡面 對我跟我自己和好了 我跟我自己那一個 受傷的那一塊和好了 啊 然後才在那之後 我就 我又受洗 然後 我才 然後我受洗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就當時一直流淚啊 然後我就說 豬啊你要用我 嗯 Please Please Use me 用我用我 後來就在那一年的暑假 我回來台灣 我就得到這個機會 對 出唱片 哇 你看 這麼快就回憶你 對 沒錯 好 那這個歌曲 太有意義了 這首歌曲 跟你現在講的完全符合 這首歌就叫做 受傷的提琴手 啊 我雞皮疙瘩都全 尤其聽了你這樣子的故事之後 OK 我們一起來欣賞 謝謝你 我的答題請會說故事 他說無限付出這天使 音符詩篇是寫下的詩 詩的每個字 有我的心事 我的手指都會說故事 他曾經來傾斜一輩子 若不是美夢才會消失 我還有堅持 永遠不停止 受傷的折落不輕輕的哭 受傷的折落不透透的哭 哭得很小心把自己認輸 在幸福裡 找新的路 作詞是載指很明顯 我的麥克風會說故事 他說歌聲裡住著天使 感動是天使寫下的詩 有你的知識 天堂就真心 我的這首歌會說故事 他想為世界說一輩子 未來不讓美夢再消失 我還有堅持 永遠不停止 沖上個角落不要再哭 沖上了角落請不要再哭 只要故意為我們再跳舞 恍秋之谷 永遠不結束 沖上了角落 沖上了角落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能夠表達 當時你的受傷的心境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節目中 一開始我們就說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沒錯 所以我們想來問問Cindy 除了剛剛童恩唱這首歌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有很多的感受 那你在神的這樣 就是在你這個音樂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被神經歷 然後被神重新挑望你的信心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的一切都是因為主 所以我很感謝就是 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的朋友介紹我 然後讓我覺得音樂有意義了 我以前只是自己在發洩 關琴門來發洩 後來我發現這個音樂不是 這個恩字不是主給我 他只是讓我自己來用 是他要我分享給很多人 就是用音樂來服侍他 我這個感覺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強烈 很強烈 所以我才會跟媽媽說 媽媽你一定要讓我回台灣 這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覺得主很明確的 已經跟我講過說 我要去台灣去服侍他 可是你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事實上你在跟那麼多的 唱片公司也好或是接觸 很不順利不是嗎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直被拒絕 對 我剛開始 我把我的音樂給很多人 就是那麼多人聽 唱片公司聽 製作人聽 每個人都跟我說我的音樂不OK 然後沒有想到 那天晚上媽媽也在哭 我也在哭 然後我就在禱告禱告 我說上帝如果這真的是 你要我做的事情 請你給我一個答案 或者至少給我一條路走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從哪裡開始 是 然後沒有想到第二天 就結尾爾電話來了 對 然後那個電話來的時候 我整個是 就是不可思議 你知道那個是主的會議 因為最後一張牌 然後我就知道 因為 我覺得我就很清楚知道說 就是這個公司 就是這家公司 沒有其他的 考量 已經是最後一家公司了 因為全部都拒絕了 然後事實上其實媽媽也很不捨 媽媽雖然就是真的 也不希望說 你到這邊來受苦 對 她也其實一定有小小的希望說 也不要這樣 希望你可以成功啊 對 也希望我的女兒能夠成功 能夠快樂 這就在你的禱告之後 對 最後一家公司回應了 對 然後我也沒有多想說 而且是一個這麼重要的公司 對 沒有想到 真的沒有想到 會這麼的順利 古浩 古浩老師 要不要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對啊 神怎麼樣讓你重新恢復自信 你的信心從哪裡恢復來 一開始你在節目就說 你會自備嗎 我覺得這個自信 其實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對 可是我覺得很棒就是 因為我是25歲信主 然後中間有一些信心的 是誰帶你 一個學妹 我去參加歌唱比賽 然後他幫我彈琴 他說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去我教會一次 我覺得這滿好的交換 對 這交很好耶 雖然是有一點交換 把你騙進去 然後我去了就是非常感動 我記得我參加 第一次比較大型的就是 就是感恩節那天 就是講到就是已過 所以我剛剛講完以後 我現在頭都昏了 我聽完都開始大哭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 就是已過 都一切都成為新的 對 然後 但中間有一些信心的一些 這些就是遇到一些挫折 然後其實是有離開 有離開教會 可是我現在來看 現在這個年紀 然後現在這個狀況來看 我覺得所有的挫折 或所有的不快樂 或者快樂 全部都是好的 那都是很重要的養分 對 因為我的重心本來是在自己身上 是 所以什麼就是自己 我今天這樣子會不會太胖 會不會太醜 會不會太什麼 會不會太什麼 其實你反一個方向 就一片光明 哇 真的耶 把自己全然地擺上的時候 我聽得很專心 就很美 對 對 OK 所以我們在最後 請郭浩老師 為大家帶來一首歌曲 最後一首是 愛的真言 這是羅大佑老師的歌 其實我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直都會想到耶穌 是 對我覺得 我常常會把我將 我很喜歡把它改成趴將 嗯 對對對 我就覺得好美的一首歌 OK 給大家分享 是 愛的真言 我將真心付給了你 將悲傷留給我自己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將歲月留給我自己 我將生命付給了你 將孤獨留給我自己 我將春天付給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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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冬天留給我自己 這冬天留給我自己 愛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愛是沒有人能了解的東西 愛是永恆的旋律 愛是幻笑淚珠 愛是幻笑淚珠 飄落的過程 愛是幻笑淚珠 澗淚珠 愛是幻笑淚珠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你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爱是永恒的旋律 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 爱仅仅是我也是你 我将春天付给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了你 我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我将会明白就是你要放下自己 因为我们是有主可以靠的 是 当你愿意真正放下你自己 你以靠这位全能的神 你会经验一个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 是 经验一个真正里面一个真实的确据 然后你看看这个Sandy 她说她的音乐里面 有了神有了爱之后 音乐就变得更有意义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人生有意义吗 三位都曾经经历一个自卑的状态 可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 我觉得里面有个感动说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这个变还是正在进行式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来享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主 真的 在基督耶稣里 真的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关键在于这个变 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你 给我们这个改变 所以说好像我们走到一个 真的很难处过不去的时候 但是我们抓住你 给我们这个改变 我们的人生就翻过来了 因为你的介入翻转我们的生命 你的介入让我们的生命 重新的有了盼望 主啊 恩待 恩待怜悯 拯救我们 让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说 主 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 而且我愿意回应主耶稣 你要给我的这样的祝福 如果我们不能够 先来到你面前 不能够坦白很真实的 真真实实的用心灵诚实说 我愿意 是吧 你很难把这个祝福 张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叔今天在这里 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来祷告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回应神说我愿意 你看看我们如何从一无所有 变成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为我们自己 为特别来宾 为所有看我们这个 心灵乐飞扬的观众朋友 做这样的祷告 谢谢你 把荣耀送赞都归于你 因为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 收纳我们的祷告 要把祝福给我们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妹 哇 真的很感动耶 就是有了主之后的生活跟生命 不一样 讲得很好是正在ing 每天都是ing 是 还不断的进化 不断不断的更美 更好 对不对 OK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每周呢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 心灵乐飞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祝福